主席各位委员 王署长各位列席的政府首长 麻烦是不是请署长 谢谢 请署长 吴文人你好 因为这几天为了这个日本这个 大地震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切 我想说 从海巡署的业务当中来讲的话 直接跟我们海巡署相关的 譬如不管是地震 海啸这相关的天灾事变当中 海巡署主要在 在灾害防救体系当中所扮演的 主要的 角色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办理的这个救灾的角色 救灾 那以那一天的这个海啸 可能侵袭台湾为例的话 那海巡署那一天有做任何的 任何的机动的准备或者阴影没有 有 那一天我们这个 接到通报因为它中央 气象局是三点三十分 发布海啸 要警报那两点三十分 也会发布海啸警讯 它的通暗气息一个是警讯 应该是见证的警报 大概一百年来 唯一的发布一次海啸警报 所以我们三点二十分 二十五分就成立应变中心 那成立了以后 那我们第一步要做 因为当时还有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预计是三五点三十二分会到花莲 所以说我们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 以这个县市政府疏散沿海地区的这个居民往高处 另外有的部分像在钓鱼的那些 他没有这个讯息 那我们就这个就是沿岸 我们把这些人都劝离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这个船只 那船只部分 我们的巡航舰在线上巡逻的 我们只是往外开 往咸水的区域来开 另外在停泊在港区里面的 二十顿以上的船舶也是往外开 因为如果说海啸来的话 那些在港区的船舶都没有办法性命 那小的船只就没有办法 小的船只我们像这个特勤快艇 我们就把它吊起来 让它吊起来 那如果像那一天为例的话 我们的舰艇因为因海啸来袭 整个的移动大概到几艘 到五十一艘 到五十一艘 因为它西部没有 西部没有 警戒区只有在东部 东北角的海岸 那刚刚我们国民党长的开记者会 我们在问行政院相关的单位里面 就是说有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 因为我们的海洋巡防总局 刚好是在淡水 那淡水是处在核一厂跟核二厂的安全警戒 周边的范围当中 不晓得海巡署的业务当中 针对如果核电厂有发任何事件的时候 整个海巡署的相关的单位 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这个部分有没有呢 我们在如果说在核灾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个协宿主管机关 还有县市政府来办理这个疏散 还有外围的交通管制 外围交通管制 如果说传播换便的话 这部分 那请问有没有扮演海上疏散的计划的角色 因为我们现在核电厂的 基本上疏散计划都在陆地为主 那海上的疏散计划有没有这个部分 没有没有是不是 没有这个部分的计划 对那因为这一次 日本的情况是非常特殊 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海啸 冲击到核电厂的安全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担心 就是说海啸如果有一天 冲击到我们四座 核一核二核三都在新北市 核一核二核四都在新北市 核三在屏东都在海边 因为它是属于用海水冷却系统的核电厂 所以如果它冲击海啸冲击过来的话 我们的问题跟焦点就在 就是说你海巡单位 那扮演的到底是安全警戒呢 救灾是一定要的吗 安全警戒应该也要 对安全警戒还有协助疏散 协助疏散 对所以我才问到说 有没有海散疏散计划 这个海散疏散计划 我向委员报告 地件发生了以后 板线地件 当时他们我们也到日本去 有学者来 他像洗线的人到时候就断电了 对那断电了怎么办呢 现在就用我们的船舶 因为我们海巡署的舰艇上面还有电力 所以说我们也这个也有这个 开过随事研讨会 将来万一这个地件 电力中断 拿洗线的研讨它非洗不可 对那就运到 如果交通还许可的话 我们的船舶可以开到重灾区 再来个船舶靠港 然后有需要用电力的 就是在我们的船舶 现在有这个计划在做 那至于这个核能的话 又海上运输这部分 这个在执行上我们会再做也 好那我是不是请署长 回去也是规划一下 或在整个灾害防救体系当中 也做个思考 就是海上的疏散计划 是不是也列为我们整个台湾的因应 在防救体系当中的 疏散计划的一环 是是 因为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你刚才回答我吓了一跳 我一直以为有海上疏散计划 但是你告诉我 没有海上疏散计划 那可能因应相对 海军的部分 国防部的体系里面 我想你应该做一个相对的了解 因为海巡署跟民间是最接近的 对不对 我想我讲的没有错吧 因为毕竟是国防部 毕竟是海军体系 跟人民是比较远的 它是作战体系 可是海巡的业佑里面 跟我们近岸的渔民 海岸的渔民 跟我们渔民 跟我们岸边的民众 生活息息相关 互动会非常的密切 所以如果我们的海巡署业务 也能够作为海上紧急输送 一环的话 我们现在政府不是要鼓励 蓝色公路吗 蓝色公路现在在整个北海岸当中 无论是从台北市的观点 从新北市的观点来讲 甚至从基隆的观点来讲 我们政府是非常的鼓励的 我们现在 署长你也说海洋新国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整个海巡署业务当中 海上的疏散计划 不是变成灾害防救的一环的话 本席是非常有意见的 但是我今天无意要责难书长了 没有 刚刚我也是讲说 核能核灾啦 对 核灾一样啊 那一般的如果说像旧烂 要我们船舶来运输啦 这个都有 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 我的重点是方案 没有错 我重点是方案 核灾啦 对 核灾的部分 我还是希望书长回去之后 能够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好不好 是是是 那另外就本席想请教一下书长 就去年我曾经问过你有关台北港的那个工程的问题啊 是 海巡基地新建工程落后的问题 那请问进度追上来没有 现在已经追上来了 追上来是不是 我们那个去年已经发包了 去年发包嘛 那今年的预算呢 我们被删减的一亿多啦 因为最后统三了 那今天执行上没有问题 到年底 今年预算两亿多 我想现在已经都在施工了 那请问目前的进攻进度多少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目前 现在目前 对 我们周处长 处长 谢谢 我们二月份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开始每个月都有派这个独工小组 我们去实际了解状况 那他现在就是假设工程已经完了 还有要把准备把钢筋 要运过来这个土 那个地 那个地已经整平 而且完成租用 现在在做破题 现在也也也 现在正在做破题 还有做这个临时的那个集装码头 所以目前工人进度不仅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预定年底前一定都会完成 没有 不是 这到101年 101年就明年嘛 是 就明年一定都可以完成 是 如期都可以完成 目前这样来看应该是这样 好的好 谢谢 这个现在这个是委托系统稿务局来 对 没错 好 另外我看你的一遇报告第35页里面 你有所谓的 为了配合政府的减碳政策 你所谓的管制用电 每年1%的负成长 用油用水 每年副成长的这个节能目标 是 那请问这个用油的副成长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海岸海洋巡防 互于海上救援 走私查击的工作 因为现在用油的中央的在管制里面 我们海巡署排除了 排除了是 因为我们的 所以我们海 我们自己管制 因为我们的船有时要救烂就用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像去年的我们用油就不够了 我们还动支第二一背心 所以现在就管制用电 对 用油没有管制 用油没有管制 好的 那这样我本期比较放心 因为我刚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我们海巡署 这个海巡署现在在查毒方面的 这个成效是很好的 我看连续这几年来 我每年都在监干这个部分 那我请问这个署长 因为以99年度的话 我们毒品总查击量到939.1公斤 那这个成奖量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我反而从你们查毒的 这个绩效不断攀升 你们有没有去做内容的分析 有没有像我们的法务部 或我们的政府行政院去提报 就是说我查获的毒品量增加 所以可能要请政府要谨慎小心因应 因为我看你这里面的三级毒品 Ketamine左右就成长了四倍 成长了三倍到四倍 但是这个数目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就这个部分 对 署长谢谢 我们有在治安汇报提报 提报是 对 因为毒品的这个分析 那去年为什么会我们的这个绩效 中间有三级毒品Ketamine 因为我们查了一个案 奥迪海巡队查到 一次查到482公斤 那量是最大的一次 对 纯度99% 你刚刚拿了那个统计试据是 纯值净重的 纯值净重 我们毛重还有3000多公斤 那纯值净重我们大概查 气毒的话 大概吊涯级最多 再来就是我们的海巡 没有错 因为我看这几年的 成长量海巡署的绩效是很好 这一点本席完全肯定 我是说从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也都在 自安的汇报当中 都有跟政府提示 这个东西整体上整体的趋势 所以反而一级毒品的量变得很少 一级毒品是海洛因 海洛因就变得很少 因为它那个太贵了 而且佐斯比较困难 因为它那个像都是用交通 吞进去的啦 或是甲肠啦 行李的携带 那像这K他命啦 这四级毒品也是一次查货量都比较多 所以像K他命这样量不断在成长 我们现在海巡署在查气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因应这个K他命这三级毒品的方式 我们查气的方式 有没有去做减讨好改进 有 有的 现在K他命走私全部都是在 大部分都从中国大陆来的 对没有错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查气的部分 我们的部件啊 这方面 我们有一个因应的一个作为 那安非他命呢 中国大陆还来不来 安非他命现在大概都是我们国内制造 现在安非他命也 盐酸麻烦室也拿不到了 对啊 他从感冒药品提炼嘛 现在全部都是由感冒药品提炼 所以说才有制毒工厂 我们去年破获了14座 对 这个都是 他提炼出来就是制造安非他命 所以本席现在有点担心说 如果 管制国内的感冒药的这个 原料提炼的话 他有没有从海上走失其他的 感冒药的原料或者成品过来 来抽取提炼 他现在安非他命的原料就是盐酸麻烦室 对 盐酸麻烦室也会走失 也会走失嘛 我们曾经从查厚厚一次的货柜里面的面粉 有两千多包中间有十包夹带 一包五十公斤十包就五百公斤 所以说他是盐酸麻烦室 而且这个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货柜进来的 被我们取迹到岸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海巡署有做一个重点的 有我们会整个做一个毒品的分析 好的 好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本期是肯定海巡署 也希望署长每一年在这个部门里面 能够在全国自然汇报当中 能够提示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整个台湾 现在国中高中吸食 K他命的越来越多 而且孩子吸食都变成药头 这对国家的整体上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对 我们吴院长也非常重视 因为K他命比较便宜 没有错 取得比较容易 好 谢谢署长